卫福部长薛瑞源被踢爆 昨晚率领指挥中心团队 跑去竞选总部夜会陈时中 这一党怀疑就是要帮高端争议来解套 至于高端被抓包二期事件 竟然是找路资合作 柯文哲也批评 抗中保台全是喊假的 高端疫苗争议连环报 27号晚间却被媒体捕捉到 卫福部长薛瑞源和指挥官王碧胜 率领指挥中心团队 夜会陈时中竞选总部 宣传敏感时刻到底谈了些什么 人生做秘会啦 应该当作一个老同事 今天互相的一个关心 不会跟他讨论政策的这个相关的问题 说是老同事相续 但柯文哲的话说得很酸 选举期间去到竞选总部 不管是加油打气或是喝红酒 都可以啊 这人是常情嘛 在党还是质疑 因为高端EA面临撤销危机 这次会面恐怕是陈时中 和指挥中心要套招 帮高端解套 曾中说他不会去干涉 卫福部的医疗政策 您相信吗 这已经不是行政部中立的问题 曾中已经成为太上卫福部长 三个钟头在那个地方关起门来 当然是谈高端嘛 高端EA如果不过怎么办 那打的是白打的呢 高端也被抓捕 有陆子公司介入第二期试验 高喊抗中保台民进党 如今却被违力标查满身 如果你对民进党 在喊抗中保台是真的 实在是太天真了 高端疫苗要在深圳或上海分装 我不可以 这就是回货 结果你们高端第二期时间 去找港委来执行 这个不行那个可以 绿能你不能 就这样 在党炮后 民进党过去为了意识形态 阻挡BNT 如今充满台湾大致高端 却打破功 抗中保台的身权牌 显得更加讽刺 记者黄区国号SNG小组台北报道